你好,我是来自越南路思婷,我学汉语学了六年,可以说社交媒体在我的汉语学习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,社交媒体是人们互相分享观点、经验和见解的工具和平台,有很多中国的节目,汉语爱好者可以通过这些节目来提高自己的中文水平,其中我最喜欢,我是演说家。 这个节目是由北京卫视和能量传播联合出品的原创《欣慰语言竞技真人秀》节目,2021年到我准备参加汉语桥的时候,老师就让我多看《我是演说家》,我看到从这些演说家的身上散发出屡败屡战的勇气,从此受到了启发。 当年在越南疫情爆发的很严重,我们都要通过电脑屏幕收科,我经常看这个节目来既学习汉语又开阔眼界,我想象到有超一日,我也站在舞台上分享我的经历,用自己的声音传达有意思的故事,有教育意义的教训。 《我是演说家》中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的就是熊浩,他说,辩论给你带来什么,叫扩展我们的心知,想别人不能想,急别人不能急。 第二个好处,辩论这件事,还可能陶冶你的心知,让你变得达官和慈悲。 辩论的立场不是由你自己决定的,而是抽签决定。 我们常见的社会议题都会有反方和正方,如果你本来支持正方,但是抽到了反方,那就要换一个角度,重新研究观察,去理解反方的合理之处。 所以,我就推论出来,生活中的辩论就是换位思考。 辩论不是吵架,而是开动脑筋,锻炼自己的思辨能力,从多方面去考虑问题,发散思维。 虽然这个节目已完结,但是我还偶尔打开看看,因为每一期都有自己的特色,具有打动人心的语言,蕴含着深刻的思想资源和丰富的中文词汇量。 如果有机会到中国读书或者旅游,我一定去这些类型节目的现场,亲眼看那些充满勇气和信心的人,追求真理,开发辩论的世界。 让我体验中文为伴,腾飞竹梦。 我的视频到此结束,谢谢大家的聆听。